寒流来袭 不少追雪族已经冲上山去等雪了 气象局估这波寒流的强度 跟上一波差不多 但是夹带的水汽比较丰沛 除了感受上会更冷之外 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降雪几率 因此有游客今天一早 就冲上荷欢山到武林等雪 1 2 3 耶 游客兴奋牌照 不过外套拉链拉到最高 戴着防寒手套全副武装 7号一早就冲上荷欢山 到武林等雪 Super cold 我昨天晚上已经住这里了 我昨天晚上住这个地方 从台北市来的 台北市大概我半夜两三点都出发了 就算顶着寒风也想来碰碰运气 但山上雾茫茫一片 只见雨水想看到雪花 恐怕还得再等等 有点失望 虽然还没有下雪 但是想说会等看看 也没有机会 穿了四件 羽绒外套 衣服 我们打算待个两三天等雪 7号霸王级寒流南下气象局预估 强度和上波差不多 但夹带的水气丰富 感受上不但会更冷 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高山 以及北台湾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7号到8号都有机会降雪 而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说 如果出现降雪或路面结冰的情形 将是情况进行路段预警性 封闭管制 民众上山追雪前 还得留意最新路况 并做好保暖工作 见证众传南投报导